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他的祝福能力我是選 索果冬加102分 那組合是這樣子 然後跑新地圖 看一下他的特效如何 好像沒有變特效耶 就是穿一件新的服裝 是蠻好看的啊 比那個原本的感覺 還要大直一點 比較可惜的是他那個魔法沒有變吧 啊也是啊 他又不是紅裝 他如果是紅裝的話可能就會變一下特效 欸 撒一個 還沒有用這一組跑新地圖過來 之前做獎杯賽的時候 沒有這張圖 所以今天可以順便測試一下分數如何 沒意外的話我之後應該都是用這件服裝 看起來比較耐看嘛 雖然之前的那一件 魔法師的也不錯看 不過這件比較神聖的感覺 魔法師的那件比較邪惡嘛 黑暗勢力 這個天堂我還是走中路好了 欸 有沒有知道 可以往上一點 可以偷吸幾顆黃色熊熊果凍 這邊不要踩好了 這邊不要踩好了 他如果跳躍的幅度太大 有可能會肉吃果凍 他那個技能果凍 所以還是不要上去跳好了 這邊要跳起來吃才會吃乾淨 這邊要跳起來吃才會吃乾淨 對 現在應該是最後一次完美技能 對 沒錯 那就期待他不要吃到藥水 最後跳兩下 可以 393 好像比琥珀糖還要低很多欸 阿 昨天虎布糖是因為有吃到 那一瓶大補 這一瓶現在是給 閃耀之星吃到 喔 剛剛那邊好像 這邊沒有吃到 真是的 所以這一瓶藥水給 閃耀之星吃應該是正常的 這樣他才能違記 這樣等一下看分數如何 希望是有六一分以上 我剛剛有去跑那個 最高等級就是五星的那個地圖 結果他關燈的時候連技能按鈕都不見了 完全看不到 雖然只有短短的一秒鐘 欸 這邊肉吃蠻多的 那個關燈真的蠻恐怖的 看起來是可以晚計沒問題 分數一定可以六億分 而且會超過 所以這一組是可以玩的 如果剛好有練奶油泡芙 然後 新地圖沒組合用 就用這一組吧 可以六百 六百一四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那個服裝 都換了 不用白不用嘛對不對 那最後再來看一下服裝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喔 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